狮子与老鼠 狮子正在太阳底下睡大觉 一只小老鼠蹦蹦跳跳地从旁边经过 不小心踩到了狮子 嗯? 竟敢打扰本大王睡觉! 狮子被踩醒了 一把抓住小老鼠 狮子大王,饶了我吧 下次您遇到危险时,我一定会救您的 小老鼠在狮子的手里挣扎着求饶 哈哈哈哈,真是笑话 小不点能救本大王 哈哈哈哈哈哈 狮子被逗笑了 决定放过这个小不点 走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小老鼠听后急忙跑开了 几天后,狮子正在散步 忽然咻的一声,被张王给吊了起来 他拼命挣扎 发现自己空有一身力量,却使不上劲 永别了,我的大草原 正当狮子默默流泪的时候,小老鼠出现了 他麻利地咬断绳子 狮子得救了 他猛地站起来仰天怒吼 然后,朝小老鼠滴下了高傲的头颅 是你救了我,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 以后,我不会小瞧任何人了 冬天的傍晚,孩子们堆了个雪人 他刚刚出生,什么也不懂 一对年轻人走到雪人身边 姑娘说 多美的雪景啊 哦,这里还有个可爱的雪人呢 他们欢快地走进了屋子 雪人问 他们是谁 院子里的狗回答道 他们是一对恋人 也是我的主人 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恋人,恋人是什么意思呢 哼,你懂的东西太少了 哦,看,他们把火炉升起来了 雪人往窗子里望去 看见了火炉 它黑得发亮 火在它的肚子里熊熊燃烧着 雪人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 它情不自禁地说 我想去它的身边和它依偎在一起 那可不行 你靠近火炉就会融化的 雪人一整天都望着屋子里的火炉 夜幕降临的时候 火炉的光芒从窗户里照出来 照着雪人的脸 它感到十分幸福 第二天更加寒冷 窗玻璃上结了美丽的冰花 这样的天气本该是雪人最喜欢的 可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冰花挡住了窗户 它看不到火炉了 狗同情地看着它 哦,你得了相思病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天气逐渐变暖了 这对雪人来说很危险 但它丝毫没有抱怨 冰花融化的时候 我就能看见它了 有一天早晨 虚弱的雪人坍塌了 变成了雪块 它站过的地方只剩下一根木棍 狗烫了一口气 这下我知道它为什么会爱上火炉了 原来它的身体里有一根剥火棍 驴子的眼睛 老农夫的驴子被偷走了 它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 这天它经过急事 竟然发现有人正在卖它丢失的驴子 这驴子是我的 三天前被人偷走了 卖驴的人当然不肯承认 你胡说 这驴子是我的 在我家已经养了三年了 老农夫一听 突然伸手遮住驴子的眼睛 既然这驴在你家养了三年 那你说说看 它哪只眼睛是瞎的 卖驴人被问住了 它连忙装出很镇定的样子 这还用说 左眼睛 老农夫把手移开 驴子的左眼很正常 卖驴人连忙改口 我 我说错了 瞎的是右眼 老农夫再露出驴子的右眼 大家一看 驴子的右眼也是好好的 一点也不瞎 在人们的嘲笑声中 小偷被抓走了 老农夫牵着他的驴子 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从前有一位年轻的诗人 他写了很多华丽优美的诗 可人们都不喜欢 诗人很困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的诗写得不好吗 他去向自己的一位老朋友 一名老钟表将请教 老钟表将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带着诗人来到自己的工房里 拿出一只样式精美的怀表 你看这只表 它能显示星象的运行 大海的潮汐 还能标示月份和日期 哇 太神奇了 这简直是一只魔表 把它卖给我吧 要多少钱 不要钱 用你手上 那只普普通通的表 和我交换就行 诗人对魔表爱不释手 走路 吃饭 睡觉 都带着他 可是过了一个月 他渐渐对魔表 不满意起来 我 我 我想用魔表 换回我原来的那只旧手表 为什么呢 你不是很喜欢这魔表吗 它虽然能告诉我很多事情 却不能告诉我时间 我要它还有什么实际用处呢 老中表将 微微一笑 把魔表放到桌上 拿起了诗人的诗集 年轻的朋友 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 就该想想 怎样给人们 带来用处 诗人这才明白 钟表将是想告诉他 写诗不能完全脱离实际 后来 他的诗果然越来越受欢迎了